對於我們這個產後的媽媽來說的話 她可能會有一些狀況 就比如說像餵完奶然後退完奶之後 其實有時候乳腺組織可能會有點萎縮 然後再來的話因為在脹奶的過程當中 會讓我們的這個皮膚會比較脹起來 可是當退奶的時候有時候皮膚沒有完全縮回來 所以有幾個現象 可能皮膚會感覺起來比較多一些 而且在這個皮膚狀況的話有時候可能比較薄一點 所以在視覺上看起來的話胸部會變得有點萎縮掉那種感覺 但是又看到有一點點垂下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在這種狀況的話我覺得特別適合 用我們所謂的這種複合式MOTIVA的這種農入 因為呢我們用這個MOTIVA本身 來彌補原來的萎縮的這個乳腺組織的不足 然後再用自體脂肪呢 我們再去做一些就是上胸部啊 或是做一些乳勾啊這邊一些修飾 那這邊的修飾的話 剛好可以配合就是因為這邊的皮膚比較薄 皮膚比較薄的話我們如果中間有再多一些脂肪層 還有再加上我們可能MOTIVA放的層次上面的不同 這樣的話就不會讓我們的甲體直接去Touch到我們的這個薄薄的皮膚的部分 那其實相對起來的話可以增加整體的這個視覺感 還有這個自然度 那還有當然像在這個乳孕方面啊 有可能在在餵完奶之後 乳孕有時候也可能會變得比較萎縮下來 有一些皺褶在上面 顏色看起來比較深 那這種狀況如果有一些自體脂肪去把它撐起來的話 其實看起來的話 比較沒有皺褶 乳孕的顏色 也會比較淺一些 所以其實就整體來講就MOTIVA Hybrid 這種複合式的膜滴熔乳的這種方式來講 我覺得特別適合在我們一些產後的一些年輕媽媽 那另外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自體脂肪的來源呢 是用這個微塑抽脂來的 那其實我的很多的客戶裡面 都是他可能既要做熔乳 又想要做一些身材的雕塑 那剛好微塑本身在這個身材的雕塑上面 又是他的一個強項 那因為他對於一些 淺層脂肪的一些雕塑 所以一些線條啊 這些都可以一併把它 一併把它做好 所以就是 又得到一個身材的一個雕塑 又得到一個就是美胸的手術 就是一舉兩得的一個方式 這樣子 那這樣子 對... 然後呢 了 設書 點名 鬧 點名